各位同胞,每年的8月9号,新加坡人都会风雨不改,一同观赏国庆庆典, 欢庆我国独立建国,并暂时自愿同心协力建设国家。 国庆庆典1966年首度举行至今,李贤隆总理几乎出席了每一场庆典。 1968年,李总理更参与了在政府大厦、大草场举行的检阅旅。 那天,大雨倾盆了下,把所有人淋湿了。 但是,检阅队伍在大雨中坚定不移继续前进。 我们向国人和全世界展示了新加坡人在逆境中坚毅不羈的特质。 2015年的国庆庆典也是另一个难忘的盛会。 我们庆祝了独立惊喜年以及新加坡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那一年,我们沉痛地送别了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并在国庆庆典上向他致敬, 以及肯定了他和建国领袖的巨大贡献。 在好景时,我们通过国庆庆典, 共同欢庆国家的繁荣进步, 并憧憬更美好的未来。 在艰难时期,我们还是会举行国庆庆典, 重申我们,排除万难,迎向光明的决心。 今年的国庆日,我国还处于冠病疫情中。 所以,国庆庆典会有别于往年, 以体现全民一心克服逆境。 今天早上,我们将在政府大厦大草场举行规模较小的庆典, 以及在全岛七个地点举行庆祝仪式。 每一个地点都有它的象征意义, 代表我国对抗冠病的工作。 例如,国家传染病中心, 代表我们为国人提供的医疗照顾。 众生学习学院,代表我们致力于帮助工友, 提升技能,保住工作。 德行中学,代表我们, 努力确保学生能继续学习, 接受良好教育。 海军部村庄则代表我们发扬社区精神。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 让所有国人, 无论在全岛各地或是身处海外, 都能在家参与今年别具一役的国庆庆典。 我们将一同见证许多特别时刻, 例如, 红师跳伞队和悬挂国旗的直升机 将第一次在邻里出现。 机动队伍也将开进主屋区。 我们也将一起念信约, 唱国歌。 此外, 我们也要通过庆典, 向那些前线对抗疫情的英雄们致敬。 他们鞠躬尽瘁, 为国人全心付出。 有些退休医生和护士, 志愿回到工作岗位, 穿上防护服, 到医院和客公宿舍服务。 有些全职国民服役人员选择延迟退伍, 协助抗疫工作。 有些公务员则自愿接受调派去照顾客公。 许多国人也发挥了互助精神。 一些人严加爱护为年长人士或低收入家庭派送食物和日用品。 另一群国人则改装善心人士捐赠的手提电脑, 让有需要的学生可以居家学习。 上千名新加坡人也挺身而出, 为民服务, 自愿接受冠病检测培训, 到客公宿舍和社区护理设施, 参与前线工作。 此外, 有些客公也做出贡献, 资源抗疫工作。 政府对所有前线英雄的无私奉献, 深表感激。 现在,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持团结、坚韧。 我国要完全走出冠病危机, 还需要一段时间。 许多国家在疫情受到控制之后, 放宽管制措施, 结果却出现新一波疫情, 病例再度激增。 尽管我们已经做足防范措施, 这种情况也可能在新加坡发生。 我们可能还要多等一两年, 才会看到各国广泛使用冠病疫苗, 成功摆脱病毒的威胁。 在那之前,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决心对抗疫情, 保护大家的安全。 我们还需要保持坚韧不拔, 以应付严重的经济衰退。 国人难免会对未来感到焦虑和担忧。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更多公司可能会倒闭, 更多员工会被裁退。 不过,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面临经济危机。 这二十多年来, 我们经历了好几个经济危机, 比如亚洲金融风暴, 911恐怖袭击事件, 带来的经济冲击, 以及全球金融危机。 每一次, 前景都非常暗淡。 但是, 我们都努力, 稳住正脚, 咬紧牙关, 全民携手, 挺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也许这次危机会持续更久, 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它。 每个人都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舟共计。 政府正在积极帮助国人, 掌握新技能, 找到新工作。 我们推出了多项援助计划, 如雇佣补贴计划, 和支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 帮助雇主和员工减轻负担。 这种也正在与雇主合作, 为工友创造职业培训和发展机会。 同时, 确保每一位工友都能获得公平的待遇。 在当前的情况下, 我们或许无法保住每一份工作, 但我们一定要维护每一位工友的利益。 另一方面, 雇主也必须尽最大的努力, 保住员工, 不要遇到困难时, 就马上裁员。 这样, 员工会记住这份情谊。 在经济好转时, 他们必将尽心尽力, 帮助雇主重整旗鼓。 危机当前, 全民合力对抗疫情, 加强了凝聚力。 大家经历磨难后, 也更加坚毅, 更加团结。 就如建国和立国一带一样, 他们共同经历了 新马分家和新加坡独立后的动荡不安, 以及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艰辛。 未来困难重重, 我们绝不退缩, 要勇敢面对。 许多年后, 当我们的子孙欢庆国庆, 回溯这一段历史时, 他们一定会记得, 我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互相扶持, 团结一致, 为国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每年的国庆日, 我们都会回顾我国的发展, 为国家所取得的进步, 感到自豪, 并承诺, 自力打造更温馨的家园。 当我们在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或滨海湾浮动舞台举行国庆庆典时, 国人都可以看到滨海湾迷人的风景线。 滨海湾曾经是一片大海, 我们在这一带进行填土建造地坝积水城池, 逐步将它发展成一个亮眼独特朝气蓬勃的市中心。 从滨海湾放眼望去, 国人立刻能亲眼看到新加坡的变化, 想象新加坡在未来所拥有的无限可能。 如今, 国民服役人员完成了基本训练后, 都会邀请亲友们到滨海湾浮动舞台 参加他们的节夜检阅礼。 这个仪式让他们更清楚了解 保家卫国的使命。 明白为什么世世代代的国民服役人员 都愿意付出精力和时间, 捍卫家园。 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城市, 他们也守护每个国民、家人和朋友, 以及我国的未来。 为了体现国民服役人员的重要性, 政府三年前宣布把滨海湾浮动舞台改建成永久建筑, 并将它称为卫国广场。 这是卫国广场的初步设计, 一个在市中心闪亮的小红点。 这里将增设以国民服役人员为新加坡的国防和安全所做出的贡献。 卫国广场将会是一个老少咸鱼、同欢共乐的场所。 当然,我们也会和往年一样, 继续在这个地方举办国庆庆典。 因为冠病疫情,我们今年无法像往年一样, 在国庆日这一天,和众人聚集一起高唱国歌。 但,我们无论在何处, 还是可以一起念信约、唱国歌, 更加用心感受信约和国歌的含义。 我们还有许多梦想和目标, 等着我们去实现。 尽管前方充满挑战, 我相信国人会心手相连, 坚毅向前, 让新加坡再创辉煌。 祝大家国庆日快乐。